就像我在美丽在美丽 看美丽相片美丽 好 各位好 这里是正格论坛 我们的网址是3w.正格adc.com 两个系统教程当中的 APK修改教程 这里是第八课 APK修改之去除广告集合法 我就先不写他这个对教程的介绍了 然后我就是直接给大家进行操作 其实第七节课的时候 我要说的很多的地方 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如何善用工具 使用AID 使用布局查看器 使用反编译 一步一步的进行 进行广告的破解 其实这些都是以前学习的方法 循行渐进 现在我们就是通过 通过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去广告的集合的方法 然后教大家一些如何在网上 查找一些自己需要的资料 比如说我就是想 有很多前辈都有发过这样的帖子 我们可以从中进行学习 一个一个的看 然后找到关键的地方 我就和大家解释一下 我统统都给了谁 请客再撑不住我的伤悲 只望了你的美 在追随 谷歌不像苹果靠应用收费 也就是说 苹果应用它是卖给 它是写出来之后 它就是赚取贩卖应用的费用 而不需要通过广告 应该是这个意思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谷歌和安卓 毕竟是两个系统 我也不说这件事 然后关于广告 其实广告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通过开发者 写圆码的时候进行广告的添加 然后第二种就是 在网上下载安装包 然后通过二次打包技术 进行广告的植物 两种行为实际上都是一个目的 赚钱 他说的第一个方法 用幸运破解器 这个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他说 下一个广告杀手 好吧 实在没用 广告手机去除气 手机去除气 这和我们要说的地方无关 我们主要就是说的是 如何通过安装包的修改 因为你下载新工具的话 毕竟也是只有你一个能使用 你修改安装包的话 大家都可以使用 对不对 我的天啊 敢问这是什么程序 jave老大 这里说的就是下载 javea环境 然后下载反编译工具 下载签名工具 然后下载一个读取文本工具 我们看主要的地方 打开安卓 manifest 配置文件吧 我不想读英文 然后 设置软件的权限 也就是说配置文件是 是添加一些权限的 其实这里有很多一些 资料都是很有用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网络权限 如果你是一个单机的应用 完全就不需要网络权限 也就是说可以去除网络权限 然后 接下来就是修改 reis 这以下 这是修改布局 也就是上节课 我要说到的地方 好了 没有了 这是一个说去除广告 去除一个通知栏 也就是这个地方 的一个 我的天 36个广告平台 你告诉我是 不是二次打包 我就不信了 通常只有二次打包的人 才会下手那么很 一个应用 一个应用添加 几十个广告平台的包 这里有一个百度文库的教程 其实教程来去也不够几个要说明的地方 也就是在配置文件当中注册 然后一个是 reis 资源目录的一个布局 还有一个就是 sum文件当中的一个 它必须要的一个资源包 这是一些广告的示例代码 当你没有示录的时候 你给搜索一下它 解包 classes 点dx 也就是我们说的dx 它搜索的是 搜索的是一个广告员 然后将广告员修改为0.0.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收索它的资源包 后层的资源包 这里是将布局修改为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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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和我们删除布局的做法是有一取同工之处的 不是我不想动手操作 实在是 其实教大家看资料 也是非常的有用的 主要就是看一些 对安装包的一个操作 点一下安卓去广告教程 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教程 搜索http 然后搜索到广告连接 然后将它将广告的地方删除 好吧 大家可以看这里有资料 去除广告的办法 阻止广告员 也就是将广告网址修改为无效网址 去除广告界面 也就是我们操作当中的 去除广告的 的布局 这是一些广告代码 一就是搜索修改无效网址 然后这是一些广告的特征码 去除广告界面 很明显的一个广告的 A.D.M.O.B. 还有一个A.D.V.I.E.W. 广告的宽度 其实修改广告不是很困难 就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去自己去操作 然后不懂的时候 你不一定去搜索安卓 去广告教程之类的 你会去搜索如何添加广告 或者直接有广告商提供的 如何加广告的过程 你看一遍之后 你又知道如何去广告 通过学习的目的去做破解的事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思路 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这里是政客论坛 我们下次再见